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到在检测时 护理师发现他的手指与一般人有些不同 医师则建议他转至大医院详细检查 X光检测出来后 在他的两边肺部各有一颗肿瘤 不幸已经罹患肺癌末期 虽然后续有进行治疗 但为时已晚 还是在几个月后离开 储状脂的发生 与上述相同常常与肺部疾病密切相关 其中肺癌就是罪魁祸首 而肺癌之所以会导致储状脂 病因也非常复杂 但科学家认为 发生肺癌的时候 因为气道阻塞会导致缺氧 肺部缺氧 随即会引起组织缺氧 长期的组织缺氧 也有可能诱发储状脂 会导致手指末端周围的组织异常增耗 也有观点认为 肺癌会导致内封闭功能的紊乱 但不管是哪一种因素 在出现储状脂的时候 最好检查一下你的肺部 特别是长期吸烟的人群 有肺癌家族时的人群 出现这种异常体征的时候 更应该高度重视 就算是不吸烟的人也要特别注意杜绝二手烟害 此外长期过度暴露于致癌环境中的族群 例如 矿野业 合成塑胶业 时眠接触者 尤其制造业 即金属业 过度曝露于有放射线的环境 空气污染等之环境 将升高离患肺癌的风险 可以选择穿戴好自我防护的装备防护衣 口罩 降低与致癌物质接触的机会 我国由于女性肺腺癌的比例过高 曾有研究者怀疑厨房烹调的油烟 及白白用香或香精油使用与肺癌的发生有关 但其他研究也显示厨房油烟与肺腺癌的发生 并没有直接密切的相关性 若女性担心油烟量的问题 建议减少用油脊使用方法 并注意厨房的通风 尤其以平面式抽油烟机 以增加自我的防护 每个人的环境皆有诱发肺癌的风险源 所以请你多多转发给自己周遭的人们 保护自己也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